综合我觉得已经能跑到250,260 综合比来我觉得性价比我还是挺满意的 基本上腿部那间车前的椅子就有点过于紧凑了 大家好,我是荣威Ei5的车主 我这辆车购买于2018年的10月份 全车的所有价格加在一起大约是13万5左右 我当时买这台车其实也是个机缘意外吧 当时又想买一台电车的SUV 但是去了之后只有一个EX5 但是那个车我发现它底盘有点电池很少低 对我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然后当时就看到了这台车家用呢 我在室内正常的通勤和一些家庭使用呢 我觉得用不足够的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性价比 所以说我就买了这台车 我买这台车呢 我其实平时用的比较少 主要都是周末和家人啊 或者是我自己有什么其他活动啊 聚会啊 我会使用这台车 如果从零充到100的话 冬天的话一个半小时 夏天我估计也得一个小时15分钟 30%到100%啊 大约要50块钱左右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续航里程也就在200多公里吧 夏天能充满电 夏天大约能跑到256 我个人觉得冬天的话 你空调开的小一点 或者不开空调的话 我个人能估计跑个230 重点 重点我觉得就是说这车的整体的那个驾驶感还不错 就这个驾驶的车我觉得内饰也不错 然后整个科技感呢也可以 总综合比来我觉得性价比我还挺满意的 然后坐在这个车里边 前排的空间我还挺满意的 车顶后的头部就比达有一圈 腿部呢我觉得比较宽松 它的缺量我觉得是后排的腿部空间 比较差一点 就在后排的人如果个子比较高的话 可能会有点急 基本上腿部空间 车前的椅子几乎就要 几乎就已经贴上了 有点过于紧凑了 中和我觉得就能跑个250 260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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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墨出,点赞,订阅,订阅 迅嗯 咱们快点回来